哈囉,我是Wen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義美奶茶系列的商品 當初義美奶茶上市的時候啊 我有買來喝喝看 我記得當時候發了一則IG的限時動態 給他的評價蠻好的 前陣子我在逛全家跟全聯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 義美的冰棒也加入了新的成員耶 最近啊,他們又推出了最新的成員 就是義美奶茶布丁 身為奶茶控的我 一定要把這系列全部吃過一遍 所以就會有這一集的誕生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下喜歡 訂閱 分享 那如果還沒追蹤我IG的朋友 可以去追蹤一下哦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首先登場的是 義美奶茶 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如果常去全家的朋友 應該對這個包裝有一點點的印象 我在便利商店的通路啊 他目前只有在全家有販售 我平常在外面買手搖飲的甜度 大約都是點半糖 但不知道最近怎麼了 或者是因為夏天的關係 我都點微糖 那這個的甜度啊 大約是比半糖還要再甜一些 大概是六分七分甜左右 的奶味是大於茶味的哦 完蛋了 我心中的螞蟻人 漸漸的消失了 這一款的奶茶是 奶味大於茶味的 我覺得在便利商店的話 表現起來算是不錯的 喜歡喝奶茶的朋友 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再來是 義美珍珠奶茶雪糕 打開之後長這個樣子 但因為我剛帶回來的時候 有點化掉了 請大家見諒 我覺得這一款冰棒啊 很好吃耶 它整體的茶香味 比剛剛的義美奶茶還要再 濃厚一些 那甜度大概會落在 7.5到8分左右 但它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這個珍珠啊 它是屬於那種 沒有嚼勁質地 如果你是奶茶控的話 非常建議可以吃吃看 這一款的冰棒 最後一樣是 義美奶茶布丁 它的包裝長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蠻小一個的耶 那我記得價格是 23塊的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長這個樣子 偏向淺膚色的顏色 那它味道聞起來很像 我之前開箱牛奶糖的那個 那種甜甜蛋糕的味道 那種甜甜蛋糕的味道 這一款讓我很失望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質地 它不像外面的布丁 比較滑順或者是入口即化 它是有一點 茶碗蒸的質地 比較 比較緊密的感覺 整體的味道是 雞蛋大過於奶茶的 雞蛋大概是7 奶茶大概是3 那這款的甜度大約是落在 5分左右 那這一款的部分呢就是 加油 好 那我會回購的商品就是 我身後的義美奶茶跟 冰棒 那布丁的部分 如果你們想要嘗鮮的話 也是可以去買買看的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別忘記把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那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